今天我们就拿这个橙子来做个实验 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 采个样子 这个橙子的话分里面的橙子肉 这个外面的橙子皮 还有这一部分 费了九年二虎这里总算是切出来一块 好了 我们就拿这一小块来做实验好了 内部肉 然后再切到这里 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 这个东西多少都是点厚 我们观察的话 应该不需要放盖锅片了 因为这个东西太厚了 那现在就是橙子皮在四倍物镜下面的样子了 可以看一下 然后把这个浴光镜给灌一下 哎 就是这样子 看不太清是吧 看不太清的话 我们就换另一个物镜 换成十倍的 由此以来就是 二百倍放大 这样子以来 我们其实可以粗略的看到这个橘皮细胞的样子 就是一个个的 六边形吧 我这里不敢用再大的物镜了 因为如果是用再大的物镜 就有可能压倒橘子皮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橘皮的反面吧 好 好 现在则是橘子皮的反面 这个橘子皮的反面我之前看过 呃 就是限四倍物镜的效果最好 如果说你用十倍的话 反而不好看 就是这个样子的 看上去有点像 嗯 像什么呢 有点像棉花糖啊 像不像 不对 有点像塑料泡沫纸 这个上面还有不少的杂质 就是我之前切东西掉上去的 嗯 我们下一个就要看鸡肉 那这一个就是鸡肉 至于鸡肉的话 我真的不敢放盖包片呢 因为如果说放盖包片 把它压一下的话 那很可能把它给压得没法看了 哇 真的是鸡肉的话 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鸡肉的话 只能看出一个个很大的 包裹一样的东西 那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橙子最上面的这一部分 由于这个地方不怎么透明了 我们就只能看到边缘部分 在里面的话也看不到 这边缘的这里 放大一点看一下 这边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就和我们之前看橘子皮的反面的样子 是一样的 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奇了怪了 按理说应该能看到植物的细胞 难道是因为干掉的缘故吗 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了 没准就是 因为这个橙子已经被摘下来很长时间了 所以说 就看不到了 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实验了 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那就这样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说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